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1月8日,我原本想着会拖两三天这样的,因为他们要终止辩论,然后你重新object各样的时候呢,要重新搞的嘛。 谁知道已经认证了,这个彭斯,为什么呢?原来你也理解到为什么昨天那些人这么生气,因为是一个完全的背叛来的,当时呢,在联席会议上面,彭斯是不允许在这边辩论的,所以有一幕你见到,有些议员就要走出去啦,所以当时有个议员就在这边问,要遵从参议院院长的指示的时候呢? 只有很少数人在大厅而已,那议员那些,怎样提出议议,又或者是提出新闻呢?因为你有些人是在走廊里面的嘛。 然后彭斯也是很官方式的回答,根据美国的法典第三章第十八条,联席会议,是不允许这个辩论的。 我想他是怕那个时间上面,被你扔得长了。那然后,那位议员是布兰科,那他就问道,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呢? 如果按照议长的要求,大多数人都不在大厅的了。那有些人,其实他不清楚在厅里面发生什么的,怎么维持回每项的秩序呢? 不是全部人知道的。那然后彭斯的答法就是,这位议员的询问,就已经构成了辩论的了。 布兰科先生,根据美国法典第三章第十八条规定,联席会议,不允许辩论的。 他这样的答法很明显,就应该是那个彭斯的律师,跟他说的了。 所以有传呢,走入白宫的时候,就被人拒绝入内的。 那他自己就说呢,是特朗普总统,很明显他就不like,自己给这个意见彭斯啦。 但是其实呢,你就不能怪罪他的,除非你控制了彭斯的律师,是不是这么说的? 很明显控制不了啦。而他的这么官方式的答法,这个就是什么? 你就搞Philip Buster嘛,就是那些拉布啊。 那他今时今日,就跟你剪布啦。 这个是早几天,都遇上了的事情来啦。 但是没想过他剪得这么决绝而已。 哇,真是,他Georgia的演讲,都挺骗到我一下的。 他说到有好事情发生嘛。 哇,这个真是好事情来的吗? 完全全地在这里说大话,怎么服众啊? 当然啦,在早几个星期之前,我都说了, 你把所有的寄望啊,放在彭斯身上。 作为一只马仔,他只会想什么呀? 你干嘛自己不在那里揹呢? 啊,Supreme Court那些都是嘛。 即是特朗普总统,就在那里说什么呀? 你们啊,要拿出勇气来。 我就说咯。 其实啊,他更加要拿出勇气来。 你把个球,踢给Supreme Court, Supreme Court就当然, 不败你账啦。 你又没人物,又没关系。 然后啦,你又把球,踢给彭斯。 你想一下,如果连Supreme Court都不敢接的案子, 彭斯又怎会肯接才行的? 你不就是要他背光了? 是吧? 不过我以为,如果你有灰色地带的话, 他又够坚实的话, 应该都可以拖一拖的嘛。 还有,至少,我以为1月6日, 你至少都可以展示很多真正的证据出来。 我想,已经有人见到, 是那些Antifa走进去的嘛, 领头羊的。 那当然啦, 你不跟着进去的话, 他们又恶不得什么出样子。 但是呢, 艾米已经煮成熟饭了, 即是已经发生了。 结果呢, 又见到了, 人家一早就铺牌好, 你在这里冲击这个议院的地位。 于是乎, 你见到那些Globalists, 全球各国, 都在这里谴责这件事情。 你没得不谴责的, 蓬佩奥也在这里谴责啦, 你那些Republican, 全部都在这里谴责啦。 唯一做对事情的, 也不是唯一的, 有六个参议员, 包括霍里, Tek Cruz他们, 仍然是, 他们都谴责这些这样的事情, 你没可能不谴责的嘛, 你不谴责的时候, 你不谴责的时候, 必须就冲些, 可能BOM Antifa那些走进去, 然后, 对你怎样都可以的咯, 对不对? 你没得不谴责的嘛, 但是, 同时之间, 霍里就说得挺好的, 他就说, 为什么会滋身了这些这样的事情呢? 完全就是因为, 你 Supreme Court主持不了那个公议嘛, 即是, 你就两边一起, 省了些东西出来看咯, 如果你理据够强的, 不是的, 即是, 特朗普总统那些, 全部都是偽政, 那你就即时反驳他咯, 他就不是, 霸王眼上弓而已嘛, 但是, 即是, 讲完这些事情的时候呢, 我知道我步骤比较慢了, 所以, 听下去的时候可能, 哼, 因为每个人都灰灰地的嘛, 但都是啦, 你等到1月20号才说啦, 那这么说啦, 我不是给一些虚假的希望人啊, 只不过呢, 就是之前我说, 是等到2月多的嘛, 因为我甚至乎认为啊, 他发生了这些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 即是1月20号, 如果拜登坐穩了, 都还有可能, 即是你 Supreme Court可能, 彈劾他下来啊, 各样那些事情, 什么都有可能发生的嘛, 但是, 今时今日呢, 即是你见到, 他已经弄破了面子的时候, 那我就要作出修正啦, 老实说啦, 1月20号之后啊, 连我啊, 这些支持者啊, 都不得不说一句, 即是那个希望是很渺茫的, 即是我就将那个日期, 向前到1月20号, 原因就跟他代入去那条功能里面, 那个Variable有关的, 因为玩得太困了, 如果1月20号之前, 你阻挡不了这件事情的话, 那无原念的哦, 即是人家认证, 又认证完了, 12月14号又认证完了, 你见到那些, 学导啊, 各样啊, 都纷纷跳船啦, 对不对? 你如果很乐观, 很乐观, 很乐观地看, 就是那些, 学导啊, 就是安排好的, 这样去跳船, 然后啊, 还有些后着, 而1月6号这一场, 你拿不到一些证据出来各样, 都是铺牌好的, 黄着在后, 这个是不是很乐观啊? 甚至乎啊, 有些人就说到, 这个项目很大, 但是这些事情呢, 我发生了才会相信的, 还没发生的时候, 我见到就挨打的嘛, 你没理由, 已经3比0的时候, 人家进了几球了, 那接着我跟你说, 买球胆啊, 然后买回3比3, 也没人肯买啦, 对不对? 那由这个, 我行私认证了所有的, 选举人票的时候呢, 就是他都, 不给你议议了, 你议议投票的时候呢, 你见到是, 大比数, 这样去, object了objection的, 那其实你看看, 国防授权法案, 你都估到一二啦, 那班人基本上, 都夹夹了啦, 那但是, 更加不同的,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啊, 有一些人, 他是跟大队的, 跟大队一定安全嘛, 而那些小数, 仍然是坚持着, 走去反对这个, 选举人团认证那些人呢, 他之后都要遭受很大的压力的, 这场可以说是一场, 政治赌博, 你更加要尊重那些人的巫师咯, 即是Tek Cruz啊, Kori那些人, 一脸正气的, 但是问题是什么呢? 变了, 他们呢, 今时今日, 被特朗普总统出卖, 应该反过来说, 为什么呢? 喂, 你了了这么大堂东西, 回出来的时候啊, 原来, 什么都做不到的, 所以我做一个月的时候, 已经在说什么呢? 你司法部那边, 不做事就很糟的, 因为你没有人保护到这些人嘛, 那他们如果支持你, 要遭受恶果的, 那之后呢, 你就说这些是什么呢? 神明的考验, 那你说, 如果换转你是彭斯, 你会不会选择同一样的操作方式了? 这些迷就是, 现实政治咯, 你不能很幻想那样, 就要求人家无条件支持你嘛, 真正无条件支持特朗普总统的是什么人啊? 是Linwood, 鲍威尔律师那些人嘛, 那结果, Linwood说的东西就非常之重了, 包括, 罗伯茨大法官, 包括彭斯, 那当然啦, 他说的东西就, 哼, 包括了, 说这个彭斯, 也都牵涉在爱泊斯坦, 那些这样的事件里面, 那其实呢, 这件事情呢, 又很糟的, 因为他说完这些东西之后呢, 你彭斯的动作, 就很明显, 啊, 即是其他人信不信都好, 其实就, 把彭斯, 就连续到这些这样的事情身上, 虽然你不知道原因是什么啊, 他背叛的原因可能是自保, 这个是最简单的说法啦, 那也有可能, 是一些利友, 又或者是一些黑材料, 那你不是情报人员, 你很难落一个判断的, 但事实结果就是呢, 彭斯的而且确, 是背叛了的, 那还有呢, 很明显, 至少啊, 特朗普总统, 你说他信不信得了这个彭斯呢? 如果他真的信得了的时候啊, 应该都不会说些, 那些无铃两可的事情, 在Georgia的时候的演说, 是说这个彭斯, 要拿出勇气, 做出正确的判断, 他如果真的这么做的时候呢, 那我就会, 很喜欢他啦, 如果他没这么做到的话呢, 我就可能, 没那么喜欢他啦, 那当时可以这样跟你说, 他们耽误好了的就是, 由彭斯, 退回这个选举人团的认证, 但是都是啦, 政治来说, 最后一个电话, 才是真正有威力的, 也就是彭斯在开会之前, 一定是已经耽误了, 那再发生了那件, 这样的国会山庄事件, 你见到, 其中几个铺不住的人呢, 参议员那边, 原本说有, 13个, 12个去挑战的嘛, 结果剩下6个, 大量的事情来的嘛, 挑战这个选举人团认证, 纯粹是因为, 那些证据令到你去挑战的嘛, 对不对? 没有理由连续到这件事情身上的嘛, 所以, 一切都是正见闲先咯, 即是, 他觉得, 特朗普总统是撑不下的时候, 那便退回咯, 所以, Georgia那边, 那个女议员就输得底啦, 原来她都不是很坚实的, 哇, 一输了, 其实她是, 没什么心情, 又或者是, 没什么必要再撑下去啦, 所以, 你都预估得到, 她在议会上面的表现了, 这些就是没有原则咯, 有原则一早说了, 会出来支持这个特朗普总统啦, 对不对? 那结果到最后啦, 她就是伸受这个, 拜登曲线之苦咯, 至于1月20号的状况, 都不用我说啦, 你现在都已经禁言啦, 你认为1月20号之后, 会给她发声的渠道吗? 有些人就很乐观啦, 她仍然可以有言论自由各样的, 怎样都有方法呢, 去发出自己的声音的, 哇, 老实说, 民主党那些会放过你? 肯定呀, 就踏你入监仓啦, 刚刚这么说啦, 到时, 你还有Twitter可以用, 你还有渠道可以发声, 但是, 并不是完全没有这个赢面的, 到最后都是, 视乎特朗普总统, 他个人, 一定要说个人, 这件事一定要他背起责任的, 你真是每一个人都要, 说一句不关我事的喔, 如果不是, 你见到啦, 靠人难啦, 他如果觉得, 可以靠彭斯的, 可以靠最高法院的, 那结果就是, 独一这样被背叛的嘛, 因为如果你自己, 都不去, 担上最大的那一份的话, 关乎你撤身利益的, 你都不去背起的话, 那都是那句咯, 你一早退了下来, 可能对方都还会放过你, 但是现在没有了, 了早这么大谈出来的时候, 对方要付出的成本, 当然高很多啦, 大佬, 你要买通那些人, 不用钱啦, 是不是这么说啦, 很多的政治利益交换先啦, 你拜登而已嘛, 已经, 啊, 委任了他那个, 亨特拜登, 宝贝仔, 做这个什么呀, 白公的顾问了喔, 你说他顾问, 就会给些什么建议啦, 所以啊, 如果他都是不做事的时候呢, 他是拱手将自己的国家让了出去嘛, 那就不用说啦, 连他都不认识的东西了, 那我们核粗心干什么呢, 没得搞的喔, 这件事, 你怎样呀, 弄地呀, 唯有跟他说他加油而已, 但是, 他下台不代表, 我会认同拜登这个总统的嘛, 基本上是一个泄国贼来的嘛, 这个名咸是, 叫做总统咯, 但是实情呢, 是一个globalist来的嘛, 是出卖美国人民的利益的嘛, 还有, 只有特朗普总统, 在他任内, 真是和平了很多的嘛, 这个世界, 那这些都是铁增增的事实, 是他的政绩, 是因为这件事, 然后才觉得, 他做对美国人民来说, 就是好事啦, 那如果美国人民, 自己, 都不是他们选的, 出猫鸡仔, 老虎鸡仔选的, 那没有的, 共和党, 我也是那句啦, 快点转头民主党吧, 不过民主党都, 帮不住的啦, 帝市, 你在想, 怎样可以restore回美国, 我觉得, 又是浪费的, 反正教那个, 用我这些盆屁的啦, 那怎样呀, 不是, 讲就讲盆屁的, 你就继续观察下去咯, 有一句说话, 帮大家打气啦, 他就说, 上主, 会关掉你其中一道门的时候, 是会开回另一道门, 给你走的, 这句, 大家带回落袋用啦, 可能是的, 你不知道的, 可能几日之后有道暗门呢, 是不是这么说的, 那就是这样, 好,今天讲到这里, 到处,